Hi,大家好,我是Bing,一个视频内容的创作者 今天咱们来聊一下在2025年即将到来的时间节点上 面对众多的选择 这款iPhone 15 Pro Max是否仍然值得购买呢 15 Pro Max之前我一直在用12 Pro Max这款机器 除了它的系统有些封闭之外呢 我对它几乎没有任何抱怨 时至今日它应该也算是性能非常强劲的手机之一 但是很可惜因为我由于过于相信苹果对屏幕硬度的宣传 我一直没有给它贴膜 导致有一天我突然发现屏幕上有两道很深的划痕 这对于完美主义者来说是极大折磨 于是我这才换了这款手机 在换手机的当时呢 我就已经计划要拍摄一个测评视频 文案我都写了个大概 因为生产相关的视频内容也是我买这款手机的初衷 毕竟还挺贵的 但是由于种种原因 这个视频一直拖到现在才有机会来做 但神奇的是这么多天过去了 这个视频的主题仍然没有变 那就是在手机的性能越来越强的当下 我们是否还有必要频繁的去更换手机 在这个问题的基础上呢 我们可以进一步的探索 在2025年iPhone 15 Pro Max 是否仍然是一个性价比之选 在西方社会个人电脑普及的时代 我们那时候还处在低收入水平 后来随着经济的发展 我们的收入水平开始提高 正好遇上手机的崛起 于是我们跳过了人人拥有电脑的时代 直接进入了手机时代 这就导致了我们无论在工作生活 学习和娱乐方面 对手机都非常的依赖 所以很长时间以来 无论我们多么的注重手机的性能都不为过 但是渐渐的随着个人电脑 游戏主机 乃至摄影设备的普及 再加上手机芯片性能的过剩 相应的各个厂家每年的新品发布会 似乎也变得越来越缺乏吸引力 刚刚提到了12 Pro Max 那是2020年的机器 而这是一款2019年小米发布的小米9 骁龙855处理器 全面屏 三摄 还有快充 这样的一款老手机在现在 仍然能够满足大部分的任务需求 综上所述 我认为各家厂商往年的旗舰机 就能够满足大部分人的需求 但是对于喜欢苹果的人而言 iPhone 15 Pro Max 凭借它的一些特殊性 而成为了一款性价比的首选 而这个关键词就是 Future Proof 未来适应性 或者翻译为防过时 可能更准确一点 15 Pro Max 不仅支持光追 能够运行大型游戏 乃至一些主机移植的3A级游戏 它同时还能更高效地处理图像数据 更关键的是 它是能够使用苹果AI的门槛机型 这对于正在大大步进入AI时代的我们来说 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卖点 Apple intelligence is going to transform so much of what you do with iPhone 理性的说迟迟不上1英寸的传感器确实令人抵视 但好在它整体的优化到位 再加上log模式 弱格式照片和珊珊来迟的5倍光学变焦 我仍然愿意称它为影像创作者的生产力工具 拿我举例 我的主力相机是这款大疆的口袋相机3 它有一个1英寸的传感器 但是它的镜头是固定焦段 而这款15 Pro Max就承担了大部分的Broad拍摄 由于三颗摄像头各个焦段都能拍摄高质量的log素材 这就避免了构图和视角的单一 这块屏幕绝对是最具未来适应性的部件之一 120Hz的高刷 超高的亮度 极致的对比度 再加上支持杜比全景声的立体声扬声器 它的整个视听体验几乎做到了极致 在15系列上苹果终于破天荒地更换了接口 现在这个USB-C接口不仅支持几乎所有的功能扩展 它的速度更是达到了10Gbps 这样它的实用性得到了空前的提高 最重要的是再也不用担心借不到充电线 除了之前提到的几点 它有更轻的钛合金边框 更大的电池 支持车祸检测 卫星紧急通讯 这些也是点睛之笔 所以如果你正在纠结要不要买16系列 或者其他的安卓旗舰 我推荐你考虑一下15 Pro Max 我觉得它在保持技术优势的同时 仍然可以再占个三五年 当然如果你是土豪 就当我什么也没说 但是好像土豪也不会看这类的视频吧 好了这期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如果你喜欢我的内容 请多多的点赞支持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